市長說西光正義彤生氣一下 然後正義彤說我們看不見桃園的好 那你怎麼看 我想說 發得運動中心為例 一個小地震 剛完工的天花板就塌下來 這個叫做桃園的好嗎 這會是桃園人覺得光榮的事情嗎 被CNN 廣播到全世界都知道 我覺得這個一點都不光榮 一點都不好 我覺得我們桃園人不會以這種 陸服渣工程 為好為榮 那想要請問一下 這個桃園的運動中心 國民運動中心有很多的缺失 然後受到 我們受到院長的批評 可是鄭義雄鎮營卻說 我們是 院長是在踐桃園的光榮 那院長不看 我剛剛就說 這個事情 一點都不光榮 可以CNN跑到全世界去 什麼叫做光榮呢 桃園人怎麼可能會以這個為光榮呢 桃園人怎麼可能 豆腐紮工程跟 綠豆紮工程為光榮的事情呢 院長昨天說 鄭義彤 能不能生氣一下 然後他們說院長只會氣呼呼 那這樣子院長昨天在新聞稿裡面有寫說 其實是想要他爭氣一點 那院長不看 的確 我希望他爭氣一下下就好 我其實是希望他爭氣一點 替桃園人爭一口氣 他身為一個桃園市長的候選人 當然應該要替桃園人爭取福利 替桃園人講話 可是面對這麼多的工程的問題 從巴德運動中心到爐竹到市政府的廁所 一一都出現問題 結果他一句話都不吭聲 不替桃園人講話 他是怎樣 他難道是鄭運彭尼 難道是鄭文燦的小跟班嗎